口湖國中應屆畢業生 陳勇於神情專注在手上的扯鈴 結合花式的技巧 讓眾人士大開眼見目光 全部都被他給吸引了 而他所到之處都是畢業旅行的經典 其中在總統府前扯鈴 還一度引來憲兵的關切 雲寧縣口湖國中的應屆畢業生 只有四十九個人 此次三天兩夜的秘履往北部走 走訪了新北市的烏來逢景區 還有臺北的中正紀念堂總統府 以及北投溫泉區等等的景點 每個人的旅費是五千一百元 學校也為經濟困難的學生 來籌募旅費 那麼四十九名的學生 全部都順利的出遊 由學校老師來製作 帶著扯鈴去避旅的影片 那麼就是這名應屆畢業生 也就是校內的扯鈴好手 陳勇於來單綱演出 影片在網路傳開之後 大家都說這是給學生 最棒的畢業禮物